今天為大家介紹來自北京的清華大學11個頂級工程師設計的 DAVINCI DC100 這部DC100其實是undercover了7年去做這部車的 這部車其實會擁有一個很有未來的科技感 先講講這部車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你會看到頭髮是一個電子避震 前後都用到這個OLINS的避震 另外屏幕方面是用手機APP 在眾多的電單車裡面也很少用到 另外就會有這個Racing的Key在這裡 另外最特別的地方就是這部車它將來設計膠車的時候 它有一個option 那個option就是停車就不需要落腳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部車就採用一個EPS控制它這個車身的穩定 另外那個尾輪最特別的地方就是用到這個IMU的陸續平衡 它使用到這幾樣東西就變成了你停車 它就會用一個平衡的方法令到這部車就不需要落腳的 另外這部車有一個上波輔助 也都有一個落波的輔助的 另外它有一個DC的直流快充 適合一個香港現在的CCS系統去用 它手機APP裡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資訊 譬如說打開一個APP 這個手機這個APP你會看到一個Darishi的Moto 那你按了進去 那它這些functions因為仍然在設計著 所以暫時還未開通的 那你會看到 譬如說這個是一個DC18的灰色 用一個藍牙系統去連接 然後你會看到一個電池的電量 去充電 可以找一些的充電站另外尋車 尋車通常其實現在大部份的車都有 它有一個GPS的功能 可以知道你的車的大概位置 那你會看到我們的位置都是在我們公司梭雅道附近的 那另外你會有一些歧行的統計 但是這個還未開通的 那另外就有一個導航 都會有一個自由歧行 即是說開車的時候就會去一個Display 會出來的就是這樣 那on-off部車 電量、時間、行多少公里 還有那個速度 還有你的位置 那另外出到外面 那這裡都會有一個很詳盡的車輛 可以看到它的輪胎的氣壓 電池、PCU和液變器 那其實按進去 都會有各項細緻的功能 都會可以讓大家知道的 就在這邊 我們去看 把這東西拿給予 就對了 中文字幕後 就你好 很酷 那個 這個 It was 有一點 然後 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